哎呀 市長好委屈啊 代表新竹市政府出席外縣市活動 秘書長張士祥大聲替高鴻安暴區 但一聽到近期爭議立刻變臉 公務員就做公務員分內的事情 板起臉孔不再多回應 只是這場活動各縣市多由副市長出席 偏偏新竹市副市長剛辭職 只好派出秘書長參加 但未來會不會連市長都換人做 媒體人爆料 罷免高鴻安團體蠢蠢欲動 時間點可能落在十二月二十六 高鴻安就只滿一週年隔天 不只市民民心浮動 前老闆郭台銘更喊話 高鴻安自己面對 傳出柯文哲也下令黨內冷處理 不管記者怎麼問 不答就是不答 習日最挺高鴻安的藍白陣營 如今比誰更安靜 毕竟豪車豪宅爭議每日一爆不是不挺 而是不敢再挺 三令新聞黃成木 讓我們決定綜合報導